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新修订之后有一个最大的亮点之一 就是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 那之前其实我们知道是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那么这次直接是提出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做出这样的修订 你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口众多 我们的耕地还是非常紧张的 过去我们敲调的是农用地不得转为建设用地 但是在实际中出现了大量的农用地里边的耕地 转为非耕地 比如说林地 草地 约地等等的这样的情形 影响到了我们粮食安全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再次我们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条例 仍然在维持要保障农用地不能转为这个建设用地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明确了 就农用地的类型相互之间的转化 也是严格的予以控制 不但农用地不能转变为建设用地等其他用地 特别是耕地用于粮 油 桃 棉等这样的生产的 也不能随意转化为其他草原 草草 林地等其他用地 确实保障粮食安全 对 国家提出了两个说法 一个叫非粮化 一个叫非农化 农用地转成建设用地 这就是非农化 第二个是农用地里面的耕地转化成林地 草地 远地 其他农用地它就是非粮化 如果说耕地转为非耕地的话 在之前需要怎么审批 按照新的条例来说 在审批上又要进行哪些程序 其实原来的这个法律规定 对这个规定不是特别明确 它只是说有批准权的机关 也就是国土管理部门 那么对于土地用途你要去申请 所以说就从耕地可以转化成非耕地 比如林地 草原 如此类的 这一次国家实际上是从法律角度来讲 明确提出来了 一定要严格控制这样一个标准 所以说具体的这个规则 我相信以后会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这种非粮化的这种 那些物质帘的 这种物质帘的